中逢十二年以后 张体军定终于在2009年6月7号 主日分享聚会中打破沉默 向一通拨饼了十二函数的众圣图 做了以下的见证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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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我能够跟大家都会 能够在这里为祝祖祖 做一点小听证 感谢 在圣经里边有一处告诉我们 你可以得到很多主要你的主事很好 但是一件事情主能够在这里 可以管住您能够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您 感谢主 好 现在我们看雨点圣经 就是主告诉他 那个时候就主把一切很重要的事情 都告诉那里 他告诉他 我是从前 我也是后不后悔 很多事情主很喜欢这个地形 我有当时很多时候 他们有告诉他 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里 到这里说 除了官司 有一千两百九十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 这个人就有货了 但是主告诉他 请你去等这些人 因为你比安心 到你摸起的时候 你比起来享受 这个瓶瓶瓶 我更能不能避 迷不可 of thee oh gentle breeze of love more fragrant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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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主很喜欢他 把一些事情都告诉他 但是到这里主给他一个大问题 他不知道主所离去安息 当然离去安息 他主这个话告诉他 他不都知道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是告诉他离去 然后第二次 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承受 这个是感谢主 告诉这个很好的消息 给他认识 他不知道 因为这个消息 主就另外有许多的事情 从这个创世纪到末后 主靠主这个弟兄 当时他不知道 主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弟兄不知道 这是什么事情 就是从创世到现在到末后 黄本的圣经都在里面 这个祖说 你去安息吧 你后来不知道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 不是这个 这个祖 这种活法 是没有能够领会的 当时 有时候 他告诉我 我们 你去安息吧 这个 你 都不知道 我们 都知道 都知道就好了 感谢主 感谢主 阿尔 太厉,太厉,太厉 了 当时 你 考虑 在不搔 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